我们今天讲一些腰酸背痛 或者说有些人他是稍微就是 动一下就会扭伤或是拉伤这种人 其实像这样的人 他都除了你说固定姿势过劳之外 他都有一个状况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 就是有一些急性腰扭伤的话 有一些处理的穴道就是可以按 就是我们的扭伤穴 它其实还蛮方便就在我们的手上 就是你的大概是食指跟我们的中指 往上推 推到最高的这个位置 这边有一个穴道 然后另外一个穴道 它是在我们的第四指 跟我们的小指一样 它是往上推 那扭伤穴的话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腰痛 或是扭伤的时候 它就可以按压这两个穴道 就它按压其实蛮酸的 你会发现它酸的位置会往上跑 要跑到你的手指 对我来讲就是腰椎这个地方 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放松的一个功效 压力负债还不完 当心你疲劳会让你老十岁 我们欠钱跟银行欠钱借了一千万 可能还他一千万再加一点练习 我们跟明天借了十个小时的睡眠 那是不是十个小时还他就还不了 而且伤害非常大 我就补充一个临床的一个案例 我记得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最辛苦的就是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 那时候我是第二年实习医师 那带了一个有一个刚进 从医学系刚到医院第一年的实习师 那个我们那时候一起在一般外科 一般外科是一个非常非常累的科 那个实习师第一年来 非常他非常积极 什么都说是学长没问题 我来办 他到没有他值班 他也留在医院工作到很晚 那查病例准备明天的资料 那我就跟他讲学定才刚开始 这个这条路是要走很远的 要适时该休息就要休息 不然会自己要找时间睡觉 那结果那个学弟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精力充沛 两个礼拜之后 因为他说你们那个学定 该打的点滴都没有打 该抽的血都没有抽 那我就叫他过来 本来想要责骂他一番 为什么你要献我于不义 那结果他来 我吓一跳 他其实他整个人就很累很累 因为他老了十岁 所以整个脸框是那种犯黑的 然后整个皱我 好累好累 他才到医院两个礼拜而已 那我知道他应该是睡 因为严重睡眠不足 他说他有去打点滴 可是他应该是记忆 我觉得有健忘的 那种已经混乱了 甚至他觉得他有抽血 我打电话去检验室 那检验室说 你们根本没有送检体过来 他说他明明 这个学弟不会缩行 我觉得他是记忆混乱 或说抽错床都有可能 直到有一天 他那一天礼拜天休息 那礼拜一他没有出现 那总医师就觉得不大对 就请我去他宿舍去看一下 那我去敲他宿舍的门 他没有关 我打开进去 他在睡觉 为什么叫他睡得很沉 一直在打呼 可是感觉摇 摇不行 摇不行 那我们就赶快就 送到急诊室 因为他在睡得很沉的时候 我发现他旁边有 10颗安眠药的那个袋子 就已经空掉了 10颗 然后那个急诊室 就打了一个解药 他就醒过来 他醒过来 他看到我 他说学长 我是不是睡过头了 其实他不是要亲身或什么 他是要睡觉 吃10颗 我告诉你 他的印象我就问他 他说他刚下午回去 他就先吃了两颗 一般应该吃一颗 他想说他要好好睡觉 所以吃两颗 可是两颗半小时过后 他发现没有 还是睡不着 他有记忆 他是吃到四颗 然后后面六颗 不知道怎么吃的 他完全没有记忆 可能他在迷迷糊糊 就是又吃了 那把它吃到 我们看到的时候 已经10颗都吃完 在临床上遇到很多 其实最容易吞安眠药 或者寻药 其实这一类 大概就会睡个两三天这样子 他代谢完之后 但是那个比较严重的是说 产生一些像 尤其是有一些呼吸道有问题的 会叫 比如说他本来是一个气喘 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吃了大量安眠药之后 他没办法呼吸 那可能这个才会有一些 大部分其实代谢完之后 是可以慢慢 就等于他睡了一个 很深沉很深沉的 那他们这样睡个两三天醒来 是会很累还是累 会真的有睡 还是累 而且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他可能睡得很沉 不会翻身 那不会翻身 有时候就压迫着 产生一些什么 或者有一些很多奇怪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绕疹 有没有起来的时候 腰酸被动 那可能是你那一天睡得特别沉 你本来时候不会翻身 你根本都睡得很沉 常在吃安眠药又喝酒 然后隔夜起来 好酸 因为你都没有翻身 因为像我之前也有的阵子 是一到五出外景 然后六日两天上表演课 然后都是整天 然后都是体力课 所以等于我这样连续了三个月 我整个人瞬间从42公斤直胖到50公斤直出 胖了整整10公斤在三个月内 然后我的月经也是 一开始是都没来 两个月没来 后来一来就来了三个月 这样滴滴滴滴 三个月完全没有停滴 我吓到 因为来到第十天的时候 我想说奇怪 怎么会这样 然后赶快去看医生 医生就帮我调 然后抽血什么的 然后他就是发现我的内分泌 也是整个大乱大失调 他说我的压力太大 导致我整个人肥胖 医生也有给我开吃药 吃那个月经调经的药 可是也是调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然后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好像休息这件事情 真的非常的重要 可是有时候像我们这一行 我们真的 就像我这阵子 我这阵子也是突然又开始 重新上课了 我早上每天大概都是七八点起床 然后上完课一点两点 我接着下午又要工作 这阵子学校又开学 校园的主持 然后节目的录制 然后好几个事情就导致 我每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已经十一十二点 还要准备明天的东西 然后还要想明天工作内容 其实有时候真的会睡不着 而且会觉得真的压力很大 我觉得是从内到外的 尽管你用了很多的包装品 可是你就是觉得 怎么不上妆 就觉得很烦 这时候我朋友最近刚好 刚好介绍了我一个 就是用喝的安瓶 这一个 它蛮厉害的 因为它里面其实 来我先给大家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包装 就这样小小一瓶很可爱 然后你随身可以吸在身上 像你有时候累的时候 就是可以一天大概 两包到四包都可以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厉害 所以它里面有一个 很厉害的是 植物性胚胎素 因为像这个植物性胚胎素 就是因为很多人听到胚胎素 会觉得说会不会有腥味或什么 而且它是植物性的 就没有动物的那个腥味 而且重点是 因为它是植物性 所以全素的人都可以喝这个 然后它有一个很厉害的是 它是有这种美国的美容的 就是算是美容的圣果 叫做鱼甘子 它这个也是很厉害 然后帮助美容帮助保养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龙胆草 它也是算是中药里面 也是帮助身体美容 然后像这个 除了这些之外 它还有十几种的 就是草本萃取的精华 在这个里面 而且瓜哥你看 它这样小小的一包 你除了带在身上很方便之外 你平常只要这样子 直接一丝打开 来喝一下 很快的很方便 然后就玩 而且重点是 它的味道就像那种 我们喝起来的那种 美果汁 完全不会有 完全不会有动物的那些腥味 因为它全部都是植物 胚胎素去做的 然后喝起来感觉 就会觉得很轻松 而且会想到一包再一包 就很像我平常喝到的 果汁那种感觉 然后我喝了之后 我真的就会觉得说 好像真的会比较有精神 然后体力也会比较好 重点是 我觉得很厉害的是 我早上起来上妆 尽管我好像没有休息那么多 但是我上妆的时候 我的妆都是贴的 而且气色会觉得 好像变得比较红润 然后身体也不会那么的疲劳 对 这个可以请教中医师 其实我们中医在看说 我们的一个皮肤的状况 它都跟我们的五脏六腑的 一些气血是有关系的 那跟我们皮肤最有关系的 两个一个脏腑 一个就是肝 一个就是我们的肺 那肝的话 像有些人如果你是比较 就压力大 或者是说 比较容易生气的人 其实我们的气色看起来 都会比较偏蜡黄一点 那像是如果 因为我们中医讲说 肺这个部分 我们肺是跟大肠相表理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是皮肤 就是排便有问题便秘的人 那其实皮肤比较容易有一些 像暗沉 或是像斑点这些出现 那我们只要中药 在调理这部分 养肝或是清肝的部分 我们会有像用鱼心草 金银花 桑胜 桑桑仁 桑桑 桑桑 洛神这些 它主要的话 它可以轻降我们的肝火 然后让你的疲劳感可以改善 然后去改善你的一个皮肤 蜡黄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讲说肺是主皮毛 所以我们用一些润肺的中药材 像是罗汉果 百合 杏仁这些 它就是滋润皮肤 让你的皮肤会变得更有弹性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 还蛮特殊的植物 叫做鱼甘子 那鱼甘子的话 它其实是印度的一个水果 目前的话 它是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来讲 它又把它列为说 可以就是推广的一个 就是保健的一个植物 然后在台湾的一个食药署来讲 它也是说可以 就是纳入这样 我们的食品的一个 食品级的一个调养 那鱼甘子它有什么特殊的功效 它其实它有很高浓度的维他命C 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 就是抗氧化 抗发炎 然后可以增加它的一个皮肤的一个修复 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中药的一个 叫龙丹草的这个成分 龙丹草的话 它是一个清热解毒 然后酱干活的一个中药材 所以它现在运用在美容这个部分的话 它其实就是消炎镇定 而且它有一个黑色素的一个功效 所以它不管是内服或是外用 其实都还蛮好的一个中药成分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你们刚刚喝起来 都不会觉得有那种星星或什么白 而是那种美果的那种美果的饮品 很像果汁 而且刚刚医师讲到那个鱼形草 这里面也有 对 它几乎都有 然后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 植物性的一个胚胎素 那植物性胚胎素 它其实就是米 跟那种那个 纳豆的发酵物 所以它不是 米汤大豆 对 所以它不是一个那个动物性的成分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湿成分这样 所以说得好 比如的青山菜不怕没材料 身体只有一个健康受损害 就难以恢复了 所以千万不要忽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好 谢谢大家 南瓜籽最熟为人知的就是 它具有消水肿 还有预防男性 摄护腺肥大的一个功效 其实对于女性来讲 它可以改善漏尿 也可以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 南瓜籽含有钙 磷 甲 铁 吸心等矿物质 它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改善身体的疲劳 那它所含的木分素呢 它其实是一个植物性的一个荷尔蒙 改善女性荷尔蒙 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效果 那它其中还有一个叫做亚油酸的成分呢 它可以让血中的胆固醇下降 但是过量的食用 还是有可能会让你的胆固醇上升 因此一天10颗的南瓜籽 就可以维持你的健康与活力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